你舔了笑话张庆尧足足十年 舔得极致 可重来一世 你不舔了 他却急了 给你送起了早饭 肖凡 这个给你 咔嚓一声 秦元昊心碎了 不只是他 班上大部分男生 心都碎了大半 没看错吧 以前都是你给笑话张庆尧带饭 他还嫌弃难吃 今天是变天了 可你却呵呵一笑 不必 我吃过早饭 吃不下了 叫是哗然一片 哇 肖凡就拒绝了 不可能吧 张庆尧的手将他半空 眼眶发酸 回了自己座位上 一头趴在桌上 肩膀抽动 明显是哭了 你叹口气 张庆尧回头找你 无非只有一个原因 突然的失去 让他极度不适 养条狗时间长了 还有感情 更何况 之前舔得比舔狗还舔狗 秦元昊一拍桌子 小凡 你去向张同学道歉 你疑惑了 哦班长 我哪里错了呢 你 秦元昊张康了脸 半句说不出来 他打也打不过 还是算了 以后 你要是还敢惹张同学 我一定要你好看 可欢迎刚落 张庆尧突然起身 秦元昊谢谢你 但我的事和你无关 用你多管闲事 秦元昊如遭雷击 上课开始 音乐老师柳眠 是27岁的成熟女性 学校女神 班上要英语唱歌 好几人上去 下午了一班 这时候她走了你身边 你正在埋头苦学历史 抬头一看 刘老师 你真漂亮 柳眠呵呵一笑 快不得老师说你改编不小 上去上首歌 你看历史书的事 老师就不计较了 没事 唱歌你也说 三二一 音乐齐 这一开口 满场木登口袋 这其实是好听 而且发音标准无比 这是一首爱恨交织 喜欢与恨与并存的歌 张庆尧听完后 脑海中浮现出过往的一幕幕 你是如何对她好 如何任劳任怨 而自己就能当作理所当然的 持续了这种六年 痛 太痛 小凡 后背了整整六年 自己才玩会两次失败 就像放弃嘛 不行 一定要坚持 刘明鼓掌 不错啊小子 看了后面也没人敢唱了 你再来一首吧 你脚下一笑 刘老师 我们都唱了 你也来呗 我们合唱一曲 六年笑了 这小娃头 也罢 那音乐起吧 这一曲弊 大家都震惊了 肖哥和刘老师 怎么看着还有点搭呢 后面你就带着冷风 继续卖奶茶 一下午就赚了1200块 第二天早上 张庆尧居然又给你带了一份早饭 你意外了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欺而不舍 可你的回答还是一样 那就是 我不回头 这给秦渊浩看的 牙齿都会咬碎了 等了中午 摸出两张自助餐厅路上圈 准备邀请 可刚过去 就听了张庆尧对你说 小凡 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学校附近 开了家自助餐厅 我请你 全掌男生 心碎的稀烂 秦渊浩的两张路上圈 被他捏成了一团 可面对张庆尧的盛情邀约 你还是拒绝 不了 我中午有事 张庆尧不信 偷偷跟了过去 等你卖完奶茶后 十天下来 一共一万一的利润 太惊人了 接下来 你要备战高考 目标当然是考上状元 可刚准备回家 就迎面撞上了张庆尧 他递过去一叠钱 小凡 这是五百块 你先拿着 你懵了 这是在干嘛 你最近不是很缺钱吗 你哪里看出来我缺钱了 不缺钱 你中午去卖奶茶干嘛 你笑了 谢谢你张同学 我真不缺 而且我明天也不卖奶茶了 我要好好学习 骑着店里就走了 冷风流在园地有点尴尬 嗯 张同学 小凡他真的不缺钱 这十天 我们卖奶茶就赚了一万多 说完也走了 张气要懵了 几天 一万块 他还是这辈子第一次 打心眼底 涌现出无力感 他发现 自己所有骄傲的东西 在想挽回你这件事上 是多么苍白无力 好看 可你无动于衷 而且你也是校草 他家庭条件好 肯定卖奶茶 十天就赚了一万多 得他失魂落魄回了家 妈妈徐静 已经多少猜到了 当听完钱一后果之后 他叹气 夭夭 我的傻闺女啊 就算消贩真的缺钱 你也不能这样去给 自尊 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 是很重要的 张气要委屈了 我 我也不知道的嘛 徐静揉揉了女儿的头 叹口气 女儿受点打击也好 这次 他又跟张气要说了四个字 越挫越勇 抓眼间 到了第二次高考前 第二次模拟考结束 秦渊后 又开始先殷勤 收了两张自助餐厅的票 想邀请张气瑶一起去 不好意思 没时间 秦渊后 还是越挫越勇 一直说个没完 张气瑶生气了 你好烦啊 能不能少搭理我 说完 看到你和冷风一起经过 肖凡 联盟追了上去 由秦渊后的原地 把兜里的票 钻得更稀碎了 另一边 老师们发现了模拟考的成绩 纷纷倒出一口凉气 这个肖凡 其实考得这么好 柳面老师 你怎么教出来的 柳面也惊讶了 这些几天 肖凡就直接提到了满分 于是乎 在班上开会的时候 柳面公布了这个消息 全场哗然 一个女生感慨 这肖凡也太猛了 又帅又优秀 要是早点发现这块金子 没发光的时候拿下 另一个女生道 最近学了一个词汇叫一男评 这肖凡 就是我的一男评啊 在一方张气瑶 听了心痛 一男评 原来自己 也曾经是肖凡的一男评 等到下课 他走到你身边 肖凡同学 能帮我讲一下这道题吗 你刚才拒绝 个冷风跑了过来 肖凡 这道题刚好我也不会 我也要听 你无语 这个老六啊 等课间结束 张气瑶还是没忍住问 肖凡 这次你意向是哪个学校 反正不是精灵大学 张气瑶眼眶 刷的就红了 大家都知道 他想去的就是精灵大学 由于你英语成绩满分 柳面老师 打算让你分享一下学习经德 讲一节课 你哭着脸 不带这么压榨劳动力的 刘老师 大家都愣住了 好大的胆子 这是在约老师一起晚餐呀 柳面笑了 臭小子 老师答应你 快来吧 好嘞 屁点屁点上去了 大家都愣住了 畜生啊 刘老师居然也答应了 啊 怎么两个女生 都为了肖凡转呢 不公平 放弃后张气瑶拦住你 肖凡 你为什么跟刘老师吃饭 不跟我去 这话说出来 眼眶就红了 你笑了 你约我吃的是午饭 我们约的是晚饭 况且 我帮了刘老师 那请我吃顿饭 很合理 张气瑶裤着跑了 笑凡 我 我再也不理你了 跑到一半 突然听到你挥手 这边这边 傲娇一扬头 哼 现在知道怕了呀 但说了 不理你 就是不理你 可等了半天 就是没等到第二声 就看到柳面 从他身后经过 然后坐在你的电瓶车后座上 两人有说有笑 扬长而去 痛 太痛了 另一边 带柳面来了一家烧烤店 点了一些羊肉串 看到柳面盯着羊腰子 看了两秒 你心里神会 老板 吃饭的时候 柳面有点馋 因为她是真的从小 就爱吃羊腰子 但当着学生的面 一个女老师主动要这个 说不出口啊 忽然你递过去 柳老师 你也来一串吧 这东西 滋阴补气 美容养盐的 柳面接过来 嘴角不住上扬 这可不是我一个女老师要吃的哦 是学生一塞给我的哦 我就勉强 尝一口吧 吃的想吃的 柳面心情都好很多 两人天南地北的聊 小凡 你真的一点也不夸老师吗 柳老师这么漂亮 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怕 柳面面加微红 不许没大没小 哎 柳老师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追求美 而不亵渎美 我对老师的喜欢 指的就是这种欣赏 你确定是亚里士多德说的 不确定 但我忘了是谁说的 就算是他说的好了 这一下 柳朵柳面 咯咯直笑 而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 跟过来的张庆瑶看到了 这一瞬间 他脑海中闪过了曾经 自己也和肖凡一起来这吃过饭 那时候肖凡还说 瑶瑶 以后只要你想 我立马出现在你身边 可现在和肖凡一起吃饭的 根本不是自己 噢 太痛了 感觉了周围目光在看向自己 他慌忙钻进一个胡同 慌乱下 踩到一块砖头 结果脚又崴了一下 瑶瑶再也忍不住 坐着一张大哭 伤心 无助 这时候有声音响起 张同学 你在这里哭什么 他哭这么大声 你很难不发现他 虽然不想有什么交集 但毕竟是青霉 没办法不担心人身安全 哇 小凡 我脚又崴了 好疼啊 他这次竹笼把脚伸了过去 你给他一接 恢复原状 你叹口气 上次还没好利索呢 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好 我给叔叔阿姨 打个电话来接你 你记得到大街上等 这小巷子不安全 刚转身想走 结果就被拉住了 小凡 我爸妈没在家 你叹口气 没办法 于是乎 张情侣就挂在你身上 你骑着电动车送他回家 感受到你背后传来的温暖 少女脸色羞红 怎么感觉 小凡好有安全感 等送他到了家 离开前 张情侣主动问道 小凡 我们现在是回到以前了吗 你叹口气 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呀 今天的月亮 还是昨天的月亮 但今天的人不是昨天的人了 张情侣气不成声 不要 我不要回不去 我不要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我不该当着那么多人拒绝你 我不是故意的 你呵呵一笑 没关系 就像你说的 拒绝是你的权利 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张情侣抽气着 喂 为什么呀 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叹口气 当然是舔狗当够了 不想当了 舔狗 那是什么 你笑了 舔狗 就是无理由掏心掏肺付出 收到一丁点回报 就能开心到蹦起来 哪怕收货给付出完全不是正比 听到这些话 张情侣想起以前的一幕幕 摇摇 我给你拿书包吧 摇摇 你喜欢吃的冰淇淋 我排好酒队才买到的 换了的 就是他的一句 都画成这样了 怎么吃啊 你自己吃吧 天啊 我怎么还能这么过分 哇 等一下就哭了 小凡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以前是我不好 我没有真事 我们还回到以前好不好 我不会再让你当舔狗了 你安慰了他几句 人生路很长 谁都可能是个过客 摇摇 你不必如此介怀 转身就走 我 我不想让你当过客 这时候 正好摇摇妈 徐静回来了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你只是交代完事情就走了 徐静常常叹口气 萧凡这孩子才了解 如果不是真伤心了 怎么可能变化这么大 忽然有点怀疑起 自己让女儿去追回萧凡 真的是对的吗 可转眼相想 自己也并未给女儿做什么决定 只是说了正确的人生观看道理 至于如何做选择 是女儿自己的事情 之后的你 凭起重生的记忆 买爆世界杯 解决了资金问题 并雇用柳棉老师 当经理人 开办的创业公司 与此同时 由于刻苦复习和超过的智商 成功 与高考重要的身份杀出 不过让父母惊讶的是 你并没有选择清白 而是选了浙大 而这个消息 也被摇摇妈 从你妈妈那得知了 她笑着告诉女儿 本来妈都想劝你放弃的 没想到啊 小凡进了暴露浙大 当张七雄得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仿佛回魂死了 她的分数 也过了浙大的录取线 明明清白都是任选的 难道说 就因为我 才放弃了清白 暴露浙大吗 一时间喜悦之心谈言表 很快又傲角转头 我才不需要她迁就我呢 我本来就是打算暴浙大来着 另一边 你进入浙大后 在班上终于见到了 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一个瘦弱 其设恐的乡下女孩 范雅柔 大家都不知道 你报考这个大的目的 全都是为了心目中的 那个宝藏女孩